对 它能有个鼻桶还可以 你的眼光是可以 这个颜色味道比较好 你看 可能不算这样的红 它有点这样的红的感觉 这个里面有点重 这个有重 但这个味道是挺好的 玩单身又要玩一个味道 要可以的话 我再跟老板聊着 你以后直接对接马威都 我跟你说 马威都对接我们 不是我们对接马威都 真的 马威都他自己都卖新火 他也不卖老虎 是不是 以后卖老婆要靠我们 真的 他自己不卖老婆 是不是 你们看马威都直播 他里面有老婆吗 都是现代茶器 什么纸杀那些 他也没老婆 他也哪有那么多老婆 他有那么多老婆 他早发财 他只能卖人 但是他也没那么多 我跟你讲个秘密 马威都是通过他一些团队的人 到处收获 也是找这种行家商家来买的 也是买我们的 再拿到他的平台去买 但是他卖的很贵了 你卖一万他卖五万 他那么去买 所以好多朋友买过他的东西 都很贵的 我觉得不是很值 也不说特别精美的东西 也不说特别 那种少见的东西 是捧获 你卖的很贵 就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平台 他自己有一个直播间 懂吗 好多朋友 以前买过他的东西 这东西要问家吗 还要问教教 我帮你问一口好吧 老板这个多少钱 笔筒 这个有点毛病 这个大概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三千八百块 你们搞不搞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所以有点毛病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这个味道还是可以的 你们看这两个红油有区别 左边有杯子 你们说哪个更高级 哪个烧得更好 哪个价值更高 左边一个杯子 考考你们 右边一个笔筒 你们说哪边更高级 哪边烧得更好 哪边价格更高 对慈禧哥电脑学花厂的朋友 左边好 左边好 这个要三千多 这个得卖多少钱 老板一高兴 买这个送这个给你 买这个送这个 懂吗 送了 就这么大气 就这么大气 买这个送那个 明白了不 买一送一送 但这个不能送 有些东西可以送 有些东西难道不能送 好吧 这个送与不送之间 你们自己去掂量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送与不送之间就有玄机了 就有奥秘了 好吧 所以你们 所以你们还是踏踏实实的花钱买吧 送的东西还是 还是少要 送的东西基本上也就不不得不地了 好吧 我就给你们点评一下 现在点评这个 fazendo这种 是人继续的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误会 谢谢大家